七大工业国高峰会在广岛开幕 七国的元首领袖现在全部在亚洲日本的广岛 在俄罗斯以核武威胁乌克兰超过一年 还有北韩不断的射弹 中国又迅速扩大核武 在这些国际情势下 这一次的东道主 日本首相岸田 希望透过这次的G7峰会 推动剪裁核武 而这次峰会最戏剧性的插曲 在我们画面上这七大领袖之外 会再到访一位元首 就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在星期六会飞去参加峰会 泽伦斯基要当面向七国领袖争取支持 G7会对俄罗斯再祭出新一轮的制裁 同时G7会站在同一阵线上 再要求莫斯科完全无条件撤军 78年前 美国投下原子弹的地方日本广岛 2023的今天 G7七大工业国高峰会就在这里举行 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领袖们 第一站自然是和平公园 在这个世界史上第一个遭核武轰炸的城市 G7领袖首次集体参观原报资料馆 之后一部原报卫林碑献花致意 广岛市长也特别到场解说 300公尺远的原报园顶 最后领袖们在和平公园内种下纪念术 这回出身广岛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威胁动用核武之际 选在家乡举行峰会 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喊话 核武灾难绝对不能再发生 这回除了峰会宣言 也将首次发表裁检核武相关声明 这次广岛峰会也将迎来意外嘉宾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这将是乌克兰战争以来 泽伦斯基最远外访 他将在周六晚间抵达 参加最后一天周日的会议 最近不断外交出击的泽伦斯基 将到日本直接争取G7 以及印度南方世界等 不少立场中立的新兴国家支持 周五他将线上汇报最新战况 而G7也将对俄罗斯祭出新一轮制裁 从19号到21号的峰会 最大主轴显然就是俄罗斯 据了解美国将把约70家涉及莫斯科国防生产的俄国和第三国实体列入黑名单 同时制裁300多个个人实体等 也传出美国将不会阻止盟国提供F-16战斗机给乌克兰 英国将宣布禁止俄罗斯钻石 以及从俄罗斯进口铜铝和镍等金属 欧洲也将限制俄罗斯钻石销售 除了俄罗斯 另一大主题就是中国大陆 特别是台海紧张局势 但欧盟也强调与北京维持稳定和建设性合作符合欧盟利益 G7将确认对中团结 同时强调对习近平领导班子对话的重要性 但最后的元首声明可能包括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反对以武力或胁迫片面改变现状 也再度引发北京反弹 停止对台独势力纵容支持 停止在台湾问题上挑衅玩火 不要站在14亿多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玩火者必自焚 而峰会前一天 日向岸田也积极展开双边外交 与英国首相苏纳克签下历史性日英广岛协议 加强两国国防合作 建立新战略伙伴关系 苏纳克还特地穿上当地职棒 广岛东洋鲁鱼队的红袜子 协议也包括半导体合作伙伴关系 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 强化晶片供应链 岸田赴广岛前 也在关底会全球半导体龙头企业高层 罕见的聚集包括台积电 英特尔美光科技等七大家 呼吁扩大对日直接投资 借G7峰会召开之际 确保半导体供应稳定 请示范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